老婆 我要跟你懺悔 你是在跟哪一個老婆講話 我耶 就是你知道的嘛 我在打球的時候 除了你給我一些就是 很好吃的一些健康的食品 或者是說炒菜給我吃 但是我是覺得 在這方面是不足的 所以呢 我其實在 什麼 那要跟你懺悔的是說 我雖然退休了 但是我到現在還有跟他聯絡 那我為什麼要跟他聯絡的 為什麼 原因呢 其實是希望 我在未來能夠當教練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個營養師帶到 做到我身邊 就是讓我可以持續的 我想帶在身邊 你這個禽獸 好可怕 我站在這裡 我可以就是繼續的 然後跟他做合作 我們沒有什麼樣的關係 是合作還是 合作的關係 然後能夠把他的一些 專業知識 然後帶給小朋友 什麼知識 你還想跟他生小孩 沒有 合體 還有小孩的部分 好好講話 兩位主持人 我們對此感情很堅定 你跟他營養師感情很堅定 所以老婆 所以是不是簡單的說就是 秀琴在滿足不了你要的 不是 這方面秀琴沒有問題 我只是說在營養補給品 然後我也希望說 因為我們到現在 都還有在聯繫做聯絡 請問 這個營養師的顏值如何 其實他也年紀滿大的 因為從那個時候 我們二十幾歲認識 他現在也差不多要四十歲了 你認識這麼久 沒有 我們在一起二十幾年了 在一起二十幾年 是跟他認識二十幾年 但是我是覺得說 對我來講是用得到 那 用得到 所以你活著他 不是 我說用得到的原因是 我是說用到他的專業 可以嗎 那為什麼 用到他的專業知識嗎 知識要有 專業也要有好不好 知識是位置嗎 對 知識 不是那種動作知識好不好 OK 所以 我說實在的 我也希望說有一天能夠 你們能夠有一個認識 其實說實在的 叫妹排了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不是攤白 是好朋友 今天說實在的 只想把這件事情都隱在 隱瞞在心中很久 請問 為什麼你跟營養師 相處了二十幾年 都沒瘦 請 我有瘦過好不好 他都不知道二十幾年 都 到現在還不知道 好的 現場請亮燈 秀琴 你知道這位營養師嗎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真的是 被都涼了 因為二十年很久耶 我跟他在一起才十八年而已 蛤 是妳介入人家耶 我對